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湾区New Life Acupuncture Clinic的汪洪江中医师。 今天我在这里向大家介绍我用五行针法治疗女性更年期综合征的心得、体会以及神奇疗效。 New Life Acupuncture Clinic,中文名字叫新生活中医诊所。 我们共有三家诊所,分别位于Milpita,Revue City和Samateau。 我从事中医针灸推拿工作已近20年,治愈了数万各种病症的病人。 下面,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用中医五行针法对女性更年期综合征治疗的心得和体会。 女性更年期综合征多发生在45到55岁的年龄段,主要症状表现有四个方面。 第一,潮热,半潮汗,都表现在上胸部及面部感觉发热,然后蔓延全身,并持续数分钟。 有时半有汗出。 第二,倒汗,就是夜里睡眠的时候出汗。 醒来时,汗止,然后发现衣衫湿透。 第三,睡眠障碍,入睡困难。 睡得不沉,容易早醒,且不易再入睡。 第四,忧虑,焦虑,抑郁,情绪低落,浴室亦激动。 除此之外,多半有心慌,胸闷,怕冷,乏力,欲望事儿,性欲下降,月经紊乱,甚至停经等症状。 当病人出现上述病症时,到西医那里检查,一般不会查出什么太大问题。 往往西医会开一些雌激素类的药物,进行调理症状。 效果不大理想。 从我的临床经验来看,认为女性更年期综合症,之所以出现这些症状。 究其原因,主要是肝肾阴虚,肝于气质,经脉失调。 需要用针灸疏疏通经络,中药补肝肾阳气血,疏肝里气。 多年来,我用五行诊法,配合中药安耕汤。 对女性更年期综合症的治疗,效果显著。 有一位49岁的女患者,因为肩膀疼痛来诊所寻求治疗。 经过检查,除了她的肩膀疼痛之外,还有振发性的潮热、出汗、夜间倒汗、失眠、焦虑、情绪容易激动等症状。 因此,经常跟她老公生气,导致夫妻关系紧张。 经过中医辨证诊诊诊诊,确诊为更年期综合症。 她的情况属于冲刃二脉气血亏虚,肝肾阴虚,虚火上炎。 治疗以补肝肾、氧气血、轻虚火。 用五行诊法和中药安耕汤加减,治疗了第一个疗场后, 肩膀疼痛、潮热、倒汗、失眠的症状就明显减轻了,心情也好多了。 又做了两个疗程的治疗,症状消失。 她告诉我,他们夫妻的关系又恢复,如新婚一样好了。 其实,更年期综合症发病后,可以有效地治疗。 当然,最好的还是做好预防检查,可以让女性平稳地度过这个艰难的阶段。 比如,用中药平衡阴阳,也可以食疗。 以低脂肪、低糖、富含纤维素和矿物质的食物,如粗粮、豆制品。 还可以多食高钙食物,如牛奶、海带,以及富含铁的动物性蛋白食物。 比如,瘦牛肉、猪肉、羊肉、鸡鸭鱼肉和海鲜。 尽量减少咖啡、浓茶、酒精的摄入。 保持良好的心态和多去户外的活动,多与朋友交流,多参加社会活动。 中医治病的历史渊源流长。 中医学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之一。 而中医的针灸疗法是祖辈中医师长期以来临床经验和古代哲学相结合的结晶是一门科学。 三千多年来,无数古代医衔和患者不止一次证明了它的科学性、实用性和有效性。 中医理论的精华集中体现在中药运用和针灸上。 同一种病,中药可以治好,针灸也可以治好。 说明针药是相通的,而针灸会给病人体内输入任何东西去治病。 其玄妙之处非常值得我们的深思和研究。 五行针法以五行相生相克理论为基础。 通过五行脏腑经络辩证,以五行经络配血理论进行针灸。 可使针灸用药的操作性大大提高。 因此疗效好,见效快。 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请留意,我下期的节目, 颈部疼痛的中医疗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